好 回到第二節 去吧 艦到兵團 又是林九 華仔 撩咪 剛才說 撩咪 你在台灣駕車的經歷 其實你有沒有牌的 我沒有 我香港 台灣都是無牌的 無牌駕駛的危險駕駛 在台灣那邊很free的 好像不一定要戴頭盔的 要戴頭盔 但我好像見到很多人都沒什麼戴的 要捉的 因為他們那些要威 又要威 要不戴頭盔 我見到他們都很free的 其實是會捉的 但我見到某時候 可能他 我被人捉過 捉過 是吧 怎樣脫身呢 但你沒有牌的 成客 成客 成客都要的 他們會捉的 捉了會開罰單的 因為當時我朋友的爸爸是立委 跟他說 我爸爸是誰 又要說 高山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了 這件事在香港是不會發生的 立委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那套黑金 梁家輝去選立委 就是這樣一生 如果不是在台灣發現了法 我只是不可以再進這個台灣境 但這個不算是一個嚴重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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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牌駕駛也不嚴重 不是 他只不過是成客 我明白 我是成客 但如果無牌駕駛呢 如果捉到是無牌駕駛 就叫你的朋友來 又是李契爺 立委 你直接跟他說一下 他叫他叔叔 說 很大的威信 那邊真的 然後那個年代 不是那個年代 現在這個年代都是 很多人偷電單車 沒有的 因為那一搓就拿到了 就是綿羊仔 人家掛在那裡 近期我們都聽過 因為一會也會說 即是治安等等 一會兒會講一下電單車 有個個案是好搞事的 我們先看看這張照片 大家看到了 那位他有 其實他挺好啊 我起碼先告訴你 你醒目的就爬我頭 我欣賞他在哪裏 首先他是自知自明 第二他欣賞他就是女生責運搏 我也覺得是的 一般香港女性也好 男性也好 現在這個年代 你到處都是自動波車 我學棍波的 我都學棍波 我們都學棍波的 我們 尤其阿華仔你覺不覺 男生學自動波 不關事的 我那時學就是一件事 價錢上我學棍波 就可以拿自動波 自動波你又拿不回棍波 這樣就好像划算一點 這樣想 我當時不是這樣 我爸爸我報的 所以我考不到棍波 他說為何要考棍波 現在都沒有車子棍波 他說如果有一天有殭屍 只剩下一輛車棍波 那你不是走不走 走不到 被殭屍咬死了 馬上去找林鄭英雄 那個問題是他在私後問他 但因為那個考牌是他給的 我說是他考 唯有想法 令尊翁的想法和我很相似 我覺得男人甚至乎一個人 要兩件事要認識 跑車開鳳凰棍波 你剛才說要逃命求生 開車和游泳 我覺得要認識 我倆都不認識 我沒有令尊翁那麼前衛 想到有僵屍 當年劉德華說的一句 我駕駛不是問題 但是一路駕駛發來發去 你才是問題 很忙 但最大的問題是 我那個是自動波牌 對 因為我覺得 未必是被殭屍追 譬如你真的有危險要逃跑 誰知車子棍波車怎樣追 被人追 說這些 然後 游泳為何呢 譬如有時候你去 譬如去 去游輪迷游世界 誰知船離了 鐵達離了 要走遠一點 游泳 都是啦 就是 欺山我欺水 開船必自己滲腳 是啦 這樣想 喂 你的命仔緊要之欲 不要太懶惰 有人救你 我跌過了 是你而已 真的有人救我 我曾經都是救生員 不過是 臨做救生員之前 考不到我童章 你就是 如果我跌到水邊 誰救 不是很多同業會救你 剛才你說得對 我八爺都是 考車就不說 之後我出來做事 他才不斷打我 叫我去考車 但是游泳 我想我已經 幼稚園已經被他丟到海 丟到適合為止 丟到也不適合 不行的 我爸爸救了我三次 我爸爸有我的 他真的在浮台 首先他很久 他拿 你拿個浮床推我 你拿個浮床推我出去 他不是這些節目 我對 然後去到浮台 你坐下 然後就在我身上 抱著我 就丟到我 喝水 喝到漲了 他見你快死了 他才叫做撈你回上來 先休息一會 我先回去 拿浮床走 你自己想辦法 這樣就關掉了 其實游泳系 我覺得最重要是 你學到在水裡停留 浮到 我那時候都是這樣學的 總之用任何方法 手腳 不要讓自己沉下去 浸過就會害怕 其實你反而一件事 就是你亂動 就沉得快 接著你會捉到節奏 我開頭是怎樣的 就像你所說 嘩 死了死了 但接著你捉到節奏 慢慢慢慢按上來 平衡到 按上來 當然 什麼色 自由色 什麼疊手疊腳 慢慢再學 你這些就好 我真正宗 真正叫做貧死那一刻 我不想再撐了 我很累了 我不動 不動 為什麼我會浮 這樣就關掉了 大家都有那個位 就是 那個點位 去到那個位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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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現在都關聯的節目 因為我們是艇佬 都是艇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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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學的 說回我們棍波車 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我們年輕人時 那時候是艇佬 辣椒 全部都是棍波 是EK 和你所說都是經濟問題 因為棍波車 起碼是兩萬的 最重要是節省油 對 有節省油 因為那時候是四前速 不是這樣 但事實上會節省很多 當然 你塞車的時候真的很痛苦 痛苦 你吊了 那時候你年輕人 怎麼買一些二手車 狗 剛剛新牌 而且吊了又門又重 極力紙又不知想怎樣 你還沒習慣 那時候還沒習慣 再不是多吊兩吊就死火了 是的 然後這樣進行 或者那些波棍 又不知怎樣 尤其是二波 拖回一波 三波拖回二波 他不忍實 因為我們鞍皮仔的時候 我們考一定是Van仔 然後考完 當然不會買Van仔來駕 當然是駕私家車 這些一定是有分別的 即是八貨Van來講 是的 我們考的時候 都是Van考一二排 一二排 你很少說我整個一排 還要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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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想法 對上駕駛到5.5 是的 找到食物 起碼不會餓死 是的 這些露面的經驗 或者我們要找一集 我們就講一下 以前我們那些經典的飛仔車 我們有時候跟師兄說 突然有人穿弱很多 因為想起來 其實現在真的少了很多 這些飛仔車 我們叫做 改到 一輛前七輛 改到噴噴聲 現在日本不流行 真是叫MK 他們都很少說還加美液 那些模糊 是的 是的 我想說一個模特兒 告時和夫 那個美液 大家可以在上面開餐 然後打死 儲夠四個腳在上面開手 或者說美液 遲些 答應大家一定會再講 接下來第二節 時間就是去的總統信站 回來第三節 我們還有一些 激 或者探秘的 題目 說一下 張家輝激戰 第三節 我們回來再見 好 哈囉各位觀眾 各位朋友會員 極總統信站 今天說些什麼 我們看看這張照片 這位師兄 這位師兄 是什麼事呢 他本身住在太和村 大家看到 當然 也是我最尊敬的 蘇哥 左手邊 穿著火雲戰衣 那位 這位師兄 是什麼事呢 他住在太和村的大埔 做夜間 在清晨收工的時候 無緣無故 真是不幸運了 跌倒了 右腳斷了 現在就在香港 家裡休息了 那為什麼 要在香港呢 因為 她沒有人沒有物 說得比較壞 她姐姐就特意在潮州 來香港 來照顧她 現在正在休息 大家都知道 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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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踩油門 踩給你 真的擺明 不能開工 要在家裡休息了 那暫時醫生 都說 應該手術 可能要看她 又是那隻 消腫的情況 或者她自然 可不可以 骨裏面的骨折 可不可以自己遇合 希望可以 不需要開刀 但是 我看過小 一兩個月 應該沒有走 當然 她當然 又是東九龍那邊的會員 新界東的會員 打給蘇哥 蘇哥 第一時間 去探望一下 看她有什麼病情 當然 拿著 衛問卡 和三果 上去和師兄看 什麼需要幫助 不過我相信 她的申請 會盡快處理 因為蘇哥已經 和理事長那邊 希望他們談好 希望把所有申請援助的手續 盡量簡化 不用求助者 上去的總那邊 因為大家都知道 始終交通 尤其是近期交通的問題 又要上去兩三次 有時候 不好意思 帶漏了一些東西 因為始終 都是一個申請 希望大家清清楚楚 明白 一些文件 我們需要 在手上 給我們看看 譬如扣分子 病假指 已經盡量 在這裏都會提到師兄 帶齊所有 你需要的文件 會盡快處理 蘇哥也會和大家 初步 講過事件經過 蘇哥會不錄在這裏 盡快交給我們的總職員 而且我也曾經說過 我們的王主席 他真的會每一件事看 雖然你不要說 他這麼高高在上 會不會理會 其實不是的 因為他很關心我們每一位會員 尤其是有些特別事件 他真的會親自每一單 會看一看 好了 講到這裏 當然 又是講我們 剛剛 今天是星期三 其實昨天 新手訓練班 第三班已經完成了 當然 有很多私底 入了會 而且 我看到他們 每個都好像滿載而歸 暫時 帶了很多錢 暫時 遲些他們正式上艇 希望他們順風順水 日出爆數 當然 希望大家明白 駕駛的士 都是要講經驗 累積回來的 正如我主持這樣 我都浸了兩年 希望大家 慢慢會看慣了我 有什麼不對的 在Facebook上 記得 聽到兵團的Facebook上 指證我們 也希望你們 這麼多位會員 將我們的總通訊站 Soya出去 讓多些會員 知道 原來我們入了 什麼會 會有什麼福利 有什麼援助 因為近年尾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香港現在這樣的環境 有些師兄很有趣 就覺得 好像我 影響就 恨好 就不是很大 但是有些師兄 就已經開始 煩惱開始出現了 當然 都是那句 勸這麼多位師兄 保持平常心 因為 雖然近期 香港的市面好像平靜了一些 但是 希望大家 都是 事實警惕一些 因為 還有 提提大家 你們想著市面平靜了 就是 拍車 拍艇 尤其是你們 這麼多位吃飯 收工的時候 小心點 除了會抄牌之餘 我們看看這條片 好 回來 看到一位朋友在車鏡拍攝,應該不是車鏡,應該是手提 他看到前面一艘艇,有一個突然貌似導友,不怕得罪說他 那位傢伙,鬼鬼祟祟 一開始我看一段影片,他是不是行家,但不是,他把鑰匙放進去,不可以,然後走了 那位司機都下車問,你是不是司機,你是不是車主 他沒有反應,大家應該都猜到什麼事 一看那位有不良嗜好的朋友,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想大家都猜到他是不怕得罪說他,他都是想有些不知什麼企圖 近期大家都知道,爆車,我們叫爆車,那些事件就越來越多 每個星期我都聽到有些朋友,就跟我信的 小質的,就是可能拿你少少銀頭,或者拿少少的很奇怪 那些充電的插槍都拿的,但有些不幸的朋友 譬如不記得拿整個錢兜,甚至乎有些跟你在那裡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錢拿,在那裡發脾氣,戒爛些東西 這些事件現在,如日俱真,可以這樣說 希望都是那一句,一直的總都會篤出警部署 希望他多些警察朋友,多些巡邏 因為近年尾都是那一句,最後都是要提一提 才不可以露眼,亦都是要拍車的地方 我也不想說那一句,有些品流複雜的地方 例如深水埗,大國罪,希望住的朋友,體諒一下,不要怪責我 所以我真的要小心一點,尤其是橫街摘巷 希望你們盡量和拍檔,希望他們做見面間 不過我都明白,現在夜間靜到飛起,你說 見面間,你叫我三、四點拍一片睡覺,不如回家睡覺 我都明白的,但我的經驗就告訴大家,睡了是沒有的 一毛錢都沒有,但外面拼搏,有時可能有些驚喜 希望大家保持這個心態,因為駕艇大家都要知道 彩數真是多於一切,我自己的經驗 當然有些師兄可能有他的路數,好像教主 他每天有一個定時的走位 遲些我們應該伸手培訓班,應該找教主教大家 師兄的路,最後都是提醒大家 近期可能一些,怎樣說呢 意外我看到很有趣,前兩晚我去到農宇 有些都爆了,不知為何,少意外 哀哀碰碰,不知道是否關不關,是沒有了交通燈的事 爆炭、保炭,當然都是持續多 始終露面的雜物未清除,也提醒各位師兄 有些露面如果覺得有問題,遇到一些堵塞 希望不要強行衝過去,無謂和一些不同意見的朋友 有些爭拗,我經常說那句,你爭拗得來的 你爭拗得來的圖路走好過,也不是怕了什麼 不是說誰有道理,誰沒有道理 始終都是我們出來賺錢,求幫到人 之餘,可以安心地回家,令到家人 不要那麼擔心你們,因為始終在街上賺錢 你家人可能每晚都會擔心你,尤其是夜間的朋友 最後記得,不要說不好的意思,因為夜間去哪裏補胎 當然要去農宇,手工精細,同手無器 幫主人,大家都知道是鐵甲不義的 當然,你說的總會員,他懂得做的了 總之信我,農宇車房,24小時衛修中心 在哪裏?在沙咀道和大沖道交界 這次終於都說得正了,記住 的總會員,帶著你的會員證 展示給他看,有優惠的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因為今天撞正 我們也有很多特別意外 為止以晚,太晚了,太晚了 各位朋友,祝大家 好像近來香港的氣氛一樣 長和安定,最重要是大家身體健康 下星期再見,拜拜! 大家看完這個這麼好看的節目 是不是很想繼續無限loop呢? 如果是的話,立刻點到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Facebook專頁給個like和share 跟我們一起聊天吧! Yo!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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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